那很多的处宝说呢 老花一我浇水的量总把控不好 万一浇多了怎么办 我给大家说一下我们基地里面是怎样处理的 你看我们之前呢也养过多肉 如果说我们浇的水过分多呢 我们会这样子把它拿起来 然后这样扣过来 像这样给它量一下 这个没有办法 因为在夏季的时候呢 高温雨水又多 就是没雨天气嘛 我们就会这样进行量根 这个是没办法的办法 你看我们呢 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去预防一些水大烂根了 包括我们用的花盆 你看我们用的花盆呢 它底部都会有很霸气的排水透气 我们整体呢都会用这种苗床 就是浇的水会及时漏下去 通风也会很好 我们也会有很多的这种通风 也就是说什么呢 如果说你的这个花盆盆土老是容易积水的话 我建议你把盆子换掉 换成这种排水透气的 然后呢给花盆啊给它垫起来 你不论是用不用托盆的 你即使是用托盆的这种呢 我们托盘里面也不会让它积水 如果长时间积水也不好 明白了吗 所以说及时倒掉积水 再一个呢就是加强自己的通风 万一浇多了也没别的好办法 除了量根呢就是控水 还有什么办法 对了 还有一个就是没雨天气之后呢 像月脊多肉之类的 我们会用一些杀菌药来预防一下烂根 因为水大之后呢它都会烂根 很多话我理解不了 为什么 你看咱们手刷碗或者洗衣服时间长了 会不会泡的有点发肿 那个时候稍微一碰就容易掉皮 容易开裂 稍微有点尖锐的东西就容易割破 就没有韧性了 植物的根系也一样 如果说你泡的过分的水多 它也会发胀 胀了以后把细胞壁全部碰 蹭坏了 蹭坏了以后也会烂根 烂根之后呢就会有真菌感染 所以说呢我们会用杀菌药来预防 也就是水大了之后呢 要做的就是能有条件的话就晾根 没条件的话呢就加强自己的控水和通风 然后适当的用一些杀菌药 希望能帮助到这位花友 觉得不错 记得点个关注啊 我是老花一 养花最转一 白了出包